当我们今天拿到国民健康署提供给我们的这张光碟 里面包含99名到106名的名册 我们应该要先做一个检测 这个检测里面内容有没有符合当时在会议中提供的这义满目 所以我现在我只能举一个例子告诉你说 例如说如何去建这个资料库 然后如何查询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要先登入类似项 到时候你要登入那个名册BM 那我现在是要先透过远端桌面连线 进入有seco server的那个环境 那这个动作你应该是要请心停来去做 因为你没有登入那台名册BM的账号 其实就算说我有老师也都经历我 不要用我的登入 因为这里面那个名册的BM 名册太敏感了 所以老师是请向不要用我们自己的账号来去做登入 好 然后登入之后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应该先把光碟片 它光碟片里面应该会有很多那点SQL的档案 应该要先抠到这台机器上面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当然例如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现在连我自己的NAS 然后我去先抠一个档案进来好了 就是说我是以这个例子为主啦 可是你到时候应该是把光碟片的档案 抠到那个名册BM上面 我找一个小一点的 像例如说这一个 chname97.table 它的副档名是.exeql 我先把它复制 贴到桌面上 就是也许 也许 反正等一下就是说我要把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库 建到我的 建进我的新建的一个资料库里 首先在这个地方怎么做这件事呢 因为 SQL Server 这个资讯师他同意他会去把这个资料 SQL Server 转好 所以他就在有SQL Server的环境下 我们可以去做这件事 这就是SQL Server Microsoft SQL Server 这个Management 这样我就打开了SQL Server 那原则上它因为是用本极端的验证方式 因为 能不能进入那台Server 已经做过一次验证 因为进入那台明测VM是 例如说 欣婷他已经用他自己的账号已经进入了 所以通常验证的话 我们都是用那个Windows验证 这个 进入SQL Server 进入是夫妻本来就应该要验证嘛 他现在的意思是说 他就直接 只要是 他能够进作业系统 他就可以进这台SQL Server 所以在这边 验证 我们一般是选Windows验证 当然有可能 他会 为了资讯安全起见 他会要求 进SQL Server 还要再输入一次SQL Server的验证 有可能 那就在输入账号 密码 那我们现在是直接用Windows的 所以 他那边也是用Windows 我不知道 就要看 看他们怎么规范 那如果要再一起 SQL Server Server 就是一样再去行 当然是新频道输入 因为我们没有账号密码 就算有也 建议不要使用我们的 好 然后这边 在这边就点Windows验证 其实应该理论上是这个 然后点选连线 你看这样是不是就进来了 什么叫进来 就是说 我现在是不是就进来这个 这个 Microsoft的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嗯 那接下来我就先建立资料库 然后滑鼠右键 点这个资料库 新建 资料库 我建议你这边 建的资料库 就叫SelectionName 好 那 因为我这个资料库 不是 筛检资料 所以当然我可以 建别的名称 好 那假设我就先 建跟你一样 你到时候 应该会建的SelectionName 然后接下来就 直接点这个确定就好了 好 那你看这边是不是就多了一个 叫SelectionName 好 那 这底下现在目前完全没有任何东西 我现在要把那些档案 光碟 里面档案 我先扣到桌面上 所以 接下来我就可以直接用滑鼠右键 开启这个档案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来去做开启 所以点它 点它完毕之后 它现在在读入这个档案 可是还没有放进去 你看这下面还没有任何一个 资料表 然后接下来 它会说 这个 这些 这个档案 这边 这就是结构 这就是那个 SQL Server里面的 Structure 这下面这边 Insert Data 就是Recode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结构 下面有资料 那它现在是说 这个档案 行为结束符号不一致 是下面这边 它档案结束符号是不一致 所以 要不要让它变一致 要不要把这个 后面符号变成一致 我们就选择 是就好了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你要点一下 这个地方 你要点这个地方 你要点这个地方 你点了这个地方 意思是说 等一下我要把 现在这个资料表 放到它下面 放到这个 selection name 下面 然后接下来 我们这边点执行 是这边就可以选 对 就是 一定要选的 selection name 的database 可以在这边选 然后 不过 这边其实是相对应的 对 然后接下来 你在这个地方 这个 资料表 我们 游标 随便在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就点直行 然后等到跑完 它就会放进去了 再稍微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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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看到吗 正在执行查询 就要等它跑完 因为我们那个 资料量到时候 会非常的大 然后 重新整理 这个 这个 F5 然后点资料表的位置 然后 资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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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边就会看到一个 刚刚 我跟这边一模一样的 资料表名称 这个叫做 这个 CHMAM197 嗯 就这一个 所以 假设你们这边有 10个 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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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癌 嗯 我现在只4癌 一个癌 有2个 所以 这边应该有8个 所以 相同这动作 你要做8次 那接下来 我们做完 做完 那我们是不是就会想要去查看 这张资料表 怎么查呢 第一件事情 那你就要去看说 你现在做的是哪一个 I 以赛 是未塞 的名色 然后接下来要比对 像 例如说 像 例如说 你 第一个资料表 你可以用滑鼠邮件 选前100笔的 它就直接称给你看 上面是 structure 就是那个语法 资料 或者写法 其实都很简单 就是slate 什么 然后 然后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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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现在告诉你 这个slate 它的意思就是说 top1000 就是最前面的1000笔 所以它这边有一个top 挖鼓1000 哪些蓝 全部 就是 第一蓝 第二蓝 第三蓝 对 那就是蓝位名称 然后来自于哪一张资料表 有看到 有看到 来自于from 就是来自于哪一张资料表 就是刚刚那个 dbo.ch nam97 ok 好 所以 它的语法 等一下我可能会简单的 在 就是 教你 它就是slate 什么 例如说 例如说 那个 全部的话 就是薪之号 薪之号 嗯 薪之号就是全部 好 那 我们现在来去比对 就是说 这就是蓝位名称 你有看到吗 这边 蓝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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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看这边 你也可以看这边 这就是第一个蓝位 第二个蓝位 我希望他到时候给我们的 那个 顺序 你这边 也帮我看一下 有没有按照顺序给 因为 我到时候API 我写那个蓝位名称 我一定应该按照 他这个顺序写出来的 那 他 如果又产生变化 我的层次吗 我就接不到 嗯 可以了解 所以 所以 你这边做他的 第一个是什么 O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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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要看说 是不是 第二个 Payway101 第三个 Location 可以按照顺序 以此类推 就他也会照这个顺序 他一定要按照那个顺序 他要是变动 他要是变动 我的API就接不起来了 这样了解 好 那 这是 这是 呃 就可以比对说 那个蓝位 没有随便 那个 前后对调 还有那个 还有 我到时候我写程式 我一定是按照他这个 栏位名称来写的 所以这个栏位名称不能 大小写那些什么 有区别 嗯 你可以了解 这 这些都是 反正到时候 他这边是怎么定义 我就是怎么定义 就是我们共同的协定 第一个知识大写 我这边我也放大写 好 那 还有先后顺序 这都是你要帮我去比对玩的 对 嗯 当然啦 我觉得 你也必须要行新品 比对玩这件事 嗯 因为 因为我们在写程式 他因为他是念资讯工程 所以他一定懂说 那个大小写是有差别 还有就是那个 嗯 你看像这边 他 这一个 资料扣 你看有的 第一个知识大写 有的第一个知识小写 可是我觉得我们这边 只要规范好 我们按照医码部 对 所以 他要是大写 我们就大写 他要是小写 我们就小写 这样子有原则来去做事 那所以如果万一到时候 上面有出现 就是跟一马步一样 是我们的限制 你要标出来告诉我 因为 呃 我不知道未来他API 这边最可能会出现错误的 就是这些一马步里面的内容 嗯 他打错字 因为他一打错字 我可能这边我就接不到 而且 而且 这好多栏 你知道吗 太多栏 随便有筛检 太多的栏位了 他不像 那天我们讨论什么台北市 那个栏都很少 这个随便都是三四十栏 那么多英文字 不能有 一个字母的错误 嗯 好 那接下来 第二件事情 就是 这件事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这攸关我后面API层次 我不怕那个写那个层次 我怕的就是 栏位名称用错的那个字母 嗯 那 第二件事情 更简单就是 我是要请你算说 这个资料表 总共里面有多少笔记录 所以做法是 你就直接把这里 select 这边 全部都 选取起来 到这个 嗯 然后 改成一个新字号 所以 count 因为count 是函数 函数 这边 你只要 就是 加 左刻 右 faut 就是select 然後count 然後其他都不變 因為你現在要查這張資料表 所以來自於哪一張資料表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查詢 select就是查詢 就是query的意思 查詢什麼呢 資料筆數 然後執行 他就告訴你 資料筆數是6254 我要請你告訴我這個筆數 因為你看 我們那時候他是不是 最後會給我一張 大概參考的資料筆數 那因為我現在拿的是 10年的資料 我是不是就大概應該要知道說 10年大概有多少筆 例如說假設口腔癌 不對 假設大腸癌 胃塞一年就54萬 那10年是不是就540萬 我覺得 如果你拿到 例如說500萬 我還是可以接走 可是如果你只拿到了30萬 那就代表說他沒有 完完整整把他資料 或裡面的資料撈出來 那至少我覺得 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但是真實是怎麼樣 我也不曉得 那如果說 如果說真的只有30萬 那我覺得這 應該就會覺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了 因為這邊 這是只一年喔 可是我們現在拿到的資料 是99年到106年 是不是這邊就有一些差距 所以你可以從 就是 先從筆數上面 來去做一個很基本的檢測 不然我們到時候做一做 他就說 喔對不起 我們第一次給的資料 只給到 例如說 部分的資料 那我們到時候是不是要再重做 一定會變成是這樣子 所以建議我們在前面先把QC 先做好 如何去匯出這個資料表 因為 因為 未來 我們 可能有很多 機會 去拿到一些資料表 這個 資料庫的資料表 資料呢 幾乎都沒做一馬步 真的 那這個時候呢 因為我們已經入倉了 所以 這個資料庫 他有提供一馬步 很簡單做吧 就是匯出 匯出 所以我現在要教你說說 針對這個資料表 如何做匯出 也就是說 別人他是怎樣給我們這個資料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用好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 工作 工作 然後產生指令碼 產生指令碼 對 工作底下產生指令碼 點選這個產生指令碼 那 記住在這個地方 下一步 我們 通常會 在這邊 刻意去選 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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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改成 指定的資料與心態 編寫指令碼的資料與心態 編寫指令碼的資料與心態 任何改 這個 這個 要改成 因為他本來是只有匯出 那個 結構 就像剛剛我們進來 上面是不是有看到結構 下面有資料 最好是這一種 那當然如果他只是要一馬步的話 你就選 原預設就好了 預設是只有結構 然後這邊點確定 然後 下一步 然後下一步 然後接下來點完成 再問進階 那 他 剛剛沒有指定 存在什麼地方 有 文件 所以就到 文件 文件 像在旁邊 這個 然後你有看到 screepers 就是剛剛存的 screepers 剛剛存的 這就剛剛存的 對 是一個讀聽欄 其實他存起來 是一個叫噴檔 是一個叫噴檔 這就跟剛剛這個叫進來是一樣的 再重新做一次 所以 匯出的話就是 選到資料庫 選到這個資料庫 滑鼠右鍵點它 工作 然後底下這個產生指令碼 然後下一步 這邊 這邊 選擇看要選哪一個資料表 或者是全部 全部就點這邊 然後接下來下一步 那 這邊最好是改一下路徑 例如說進階 這邊 我先把 我先把他那個 編寫的碼 設定成 這個 設定成 要 結構跟 資料 確定 然後這個 檔案放在什麼地方 我建議是 放在我們指定的 指定的一個位置 不要放在這個screep 我建議是放左 然後你之後要 移動 比較好轉 那 接下來 接下來因為他 預設是在這個地方 預設是在文件底下 名字可以自己取 對 自己取一個 名字好了 例如說今天日期 816 然後 你還沒改 還在文件 對 我知道 就是 這個地方就要改一下 六週放在桌面好了 那 進 那個什麼 今天的 預期 816 然後 點選存檔 然後 下一步 下一步 他就處理完 他就跑去這邊了 這就是剛剛我們會說那個檔案 這就是剛剛我們會說那個檔案 最好是有 有加那個中文 沒有 最好是加那個這是什麼資料 什麼server 然後 內容是什麼 最好有一點描述 例如說 大腸癌 那個 那個 Colum cancer 然後 陰塞 或者 陰塞 對 然後 點選完成 這樣就做完了 你看我桌面上是不是就有這一個 那當然這個 這個資料是可以 匯錄進來的 就是開啟檔案 這個 SS MS 就是刪掉資料庫的話 就是 滑出右鍵 然後刪除 然後 接下來 選到這一個 有標 他有反藍色就可以 按確定 對 然後就直接 確定 這樣子的話 這個 selection name 資料庫就 會被刪除掉 他現在在進行中 很開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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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